2023德国羽毛球公开赛 昨天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 国羽战绩二三二负 女单陈宇飞与和冰交未能会失决赛 分别不敌山口倩和安喜盈出彩的是男单李世锋 二局横扫桃田贤斗 晋级决赛 还有混双冯彦哲黄东平 他们二局击败了日本组合 胜场男单 李世锋2比0 21比11 21比7 桃田贤斗混双 冯彦哲黄东平2比0 21比16 21比16 绿川大灰摘藤下PS 桃田真是一个命运多产的人 前几轮顺利过关 以为状态恢复了些 没想到半决赛又被打回原形 不知道这个赛季 还有没有信心打下去负场女单 陈宇飞0比2 18比21 16比21 山口倩女单 和冰交0比2 12比21 13比21 安喜盈PS 两场女单都输球 其意外又正常 虽然我们有集团优势 但没有能统治的球员 与飞东京奥运会以后 水平提升很慢 和冰交一直没突然自己的心态 而山口倩 安喜盈的实力至少上升两个台阶 此消彼长 就造成我们落后的局面 半决赛完整赛果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